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上的是经济学的课程 在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要介绍一些 大家比较熟能详的一些总体经济指标 那当然总体经济指标很多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能针对少数几项 比较重要的一些经济指标 来在这个单元里面跟各位同学做说明 好 在学习目标里面 我们希望让各位同学了解的是说 第一个 我们要让各位同学了解 跟贸易有关的指标是什么 第二个 跟经济有关的指标是什么 第三个 跟金融体系比较有关的指标是什么 当然再一次的跟各位同学强调的是说 因为指标非常的多 那我们只列举一些比较重要的 然后来跟同学做说明 那么在学习方法的部分呢 我们还是希望说各位同学能够在聆听这个课程之前呢 能够针对这些内容 先做一些预习的工作 那么第二个在聆听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 也能够专心的聆听 把老师特别强调的一些重要的概念把它记录下来 那第三点 回去之后 将老师在课堂上面所强调的那些重要的概念呢 把它能够快点迅速的把它做成笔记 那我相信你把它记录下来之后 再配合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经验呢 把它连贯在一起 对于你的学习是有莫大的帮助的 那么在课程大概的部分呢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介绍就是 与贸易有关的指标 跟经济有关的指标 还有第三个跟金融有关的指标 在接续的这些投影片的内容当中啊 这个单元 我们不只要告诉各位同学 这些指标的定义 我们更在意的是说 这些指标之后的这些素质 它背后所呈现的意涵 对于我们生活在这个经济社会当中的人来说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个才是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这个总体经济指标的意义的地方 那当然我也刚刚也在特别强调说 总体经济指标非常的多 那我们只列举几项 比较重要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指标呢 未来各位在做深入的学习的时候 各位可以再去多方的了解 那再一次的强调 这个单元最重要的目的 是希望说 让各位了解这些指标 它背后所呈现的意涵 对于我们生活在这个经济社会当中的人来说 它到底呈现了什么样的一个经济的意涵 才是我们所关心的 首先我们先介绍 跟贸易有关的指标 我们会介绍三个指标 第一个叫做贸易依存度 第二个出口 第三个进口 好我们会介绍这三个概念 那么首先我们就跟各位介绍 什么叫做贸易依存度 贸易依存度的定义各位看 它说是进出口贸易总和 占GNP的比例 各位还记得前面几个单元当中 我们介绍GNP的时候 我们说GNP是什么 一国国民在一定的期间内 所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与服务的明目市场总价值 还记得吗 如果你记得的话 好 这个就表示什么 我们说GNP表示一个国家 它的整体的经济表现 一个国家的整体的经济产出 那各位看 如果今天进出口的贸易总额 占GNP的比率 它说表示一个经济体系 对于进出口贸易的依赖程度 我们刚刚举的那个例子 如果今天进出口贸易总额 占GNP的比率很高的话 那表示什么 表示国外市场是非常的活络的 所以各位记得看 这样的贸易纯度 这样的定义之下 这个数值它所呈现的意涵是什么 各位当比重越高的时候 表示国美生产蛮好 依赖进出口贸易程度越大 我们刚刚不是说 如果这个比重越高 表示国外市场是非常的活络的 所以这个经济体系 仰赖进出口贸易比重是非常的大 那就表示什么 表示对外贸易非常好 如果我们今天要去投资 这个国家的股票 我们就可以从它的这个贸易依赖程度 来看它的进出口贸易的 这样的一个活络的情况 如果今天的比重越高 那就表示它的对外贸易很畅旺 很顺畅 那么这个国家的股票就值得投资 好所以我们才说 从第一个指标贸易依赖程度 让我们知道说原来 透过贸易依赖程度 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对外贸易的状况 然后根据它数值的高低 也可以做我们投资 这个国家的一个依据 好这个是贸易依赖程度 接下来是出口这个指标 出口各位 本国的东西漫到国外去叫出口 但是出口指标里面我们会谈三个东西 一个叫到底出口的金额是多少 出口的地区是哪里 那出口的结构又是什么 好接下来我们依据来说明 出口值的定义 国外对国内产品需求的强度 以及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面的竞争能力 我们刚刚讲出口就是本国产品卖到国外去 那么为什么本国产品可以卖到国外去呢 如果本国产品具有竞争力的话 那么我们的出口值自然就会增加 那么根据整个历年来的这样一个调查结果 台湾五大出口国家分别是中国大陆 美国日本新加坡还有德国 好这个是各位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出口的结构各位要了解 我们出口的东西啊很多是什么 很多是农产品农产加工品工业产品 重化就是实化工业重化工业产品 还有非重化工业产品 那这个部分呢各位同学了解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我们比较在意的是出口指标 出口指标的意涵 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说指标的定义对我们来讲 我们了解就好 可是我们更在意的是指标的意涵 好各位看出口指标 如果出口指标好 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外销厂商非常的活跃 那么因为出口好 我们的外费收入能够增加 就表示什么 表示这一个经济体系的景气是好的 如果今天的出口指标不好 那么各位就产生一个举性说 可能未来金融市场 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现象 好所以出口指标好 外费收入增加 那么这个经济体系是值得期待的 那如果出口指标不好 那么我们可能就要小心这个经济社会 可能会有出现一些不良的后果 所以另外各位在这个框框里面可以看到说 我们说出口的结构 我们也会很在意 因为出口的结构 会影响到我们判断 个别产业是否值得投资 我们刚刚讲说 我们的出口的结构可能是农产品 农产加工品 工业产品 有没有等等 那么如果这些产品的出口非常的好的话 那么这个产品在台湾 基本上就是值得期待的 就是值得投资的 所以各位这个概念也要去了解一下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谈 谈到了这个进口的这个指标 那一样的 我们也会去谈它的进口的这个数值 进口的地区还有进口的结构 接下来进口值呢 简单来讲就是 我们要去买国外的产品 那为什么我们要去买国外的产品 因为我们对国外的产品有需求嘛 那如果需求越大 那当然我们的进口值就会越高 那接下来是进口地区 我们台湾根据这样的历年来的统计 我们有三大的进口国家 分别是日本、美国跟南韩 因为我们跟这三个国家 进口比较多的东西进来 接下来是我们的进口结构 那各位要了解哦 台湾进口的产品有哪三类呢 一个是什么 资本设备 那就表示什么 我们要去买一些国外的一些机器设备回来 另外一个 我们会进口一些什么 我们进口一些农工原料 来做成一些相关的产品 第三个 我们会进口一些消费品 比如说我们会进口一些名贵的包包进来 毕竟台湾还是有这些消费市场存在 所以我们在进口结构的部分 我们可能会进口机器设备 进口原物料 还有进口一些一般的民生的消费 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同学说明的是什么 进口指标它到底呈现出怎么样的意涵 第一行他说进口可以了解台湾内需的状况 各位进口的越多表示台湾对于国外产品的需求非常的高 那如果民众也有意愿也有能力 表示这个国家的国民所得是不错的哦 那各位看到中间这一段话 我们刚刚的进口结构里面不是有一个农工原料吗 所以为什么我刚刚特别提到说 我们进口农工原料竟然是要制成什么 制成成品再卖到国外去 所以他说这句话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进口指标来判断未来的出口表现 这句话很重要 因为为什么 因为台湾出口的成品所需要的原物料都是从国外进口 所以我们说 刚刚说我们进口结构里面第二项农工原料 当我们进口的农工原料越多 就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未来的出口表现越好 各位可以理解吗 我们进口的农工原料越多 因为我们要用农工原料做成成品 成品再卖到国外去 进口的越多原料 就表示我们的出口会越来越好 所以在框框这边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小小的注解 有没有 进口指标好 就表示什么 表示这个国家的国民数得不错 购买能力很好 经济水准围起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状态之下 所以他有拥有好的购买能力 那另外呢也表示什么 我们进口的原物料越多 就表示我们的出口越好 所以也意味着出口接单成绩是比较好的 好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再一次的跟各位同学提醒 就是各位同学务必要去了解到 这样的一个指标带给我们的意涵是什么 刚刚我们讲过出口指标 那么现在我们讲了进口指标 所以请各位同学一定要去做比较深入的了解 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同学说明的是 跟经济有关的指标 那么在这个跟经济有关的指标里面 要讲这三个重点 第一个是什么 国民所得 第二个是美人国民所得 第三个是经济成长能力 各位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有没有回想 曾经跟各位同学介绍过GMP GDP 我们那时候有跟同学提到国民所得的概念 个人所得的概念 还有个人可自备所得的概念 好 接下来 我们在计算国民所得的时候 我们说有三种计算方法 第一个就是GMP 第二个是GDP 第三个是国民所得 那时候啊 我们在介绍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就说 GMP 国民生产保障跟国民所得 是不同的概念 它必须要有一些调整项 才能计算出来 那么目前啊 在台湾 我们是用GDP来表示国民所得 也就是整个经济社会的总体产出 好 什么叫GDP 各位还有印象吗 GDP叫做国内生产毛额 台湾 目前是以国内生产毛额 来表示 这一个国家的国民所得 这个国民所得 是一个统称啊 好不好 是一个统称 并不是就是这个符号上面所说的 National Income 我们用这个GDP 来表示这一个国家的 所得水准 它用来衡量一个总体经济的产出 好 各位接着 比较重要的是 国民所得 它到底呈现出什么样的意涵 各位 如果这一个经济社会的国民所得增加 国民所得增加 为什么国民所得会增加 就表示经济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那么经济在成长 那么这一个经济社会就值得投资 反之 如果各位 看到某一个国家的国民所得减少 那就表示该 这一个国家的经济 它是呈现在一个停滞不全 甚至衰退的阶段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它的资金可能外移 那所以如果你要去投资 这一个国家的话 你可能必须要小心谨慎 我想这个东西 国民所得增加 国民所得减少 它所呈现出来的意涵 这个部分 我相信各位同学是很容易可以理解的 接下来 我们刚刚谈完的是国民所得 那如果呢 我们进一步去说 我们要去计算美人的国民所得 那美人国民所得怎么样去计算呢 好 我们说我们用GDP 来衡量国民所得 那么我们把这一个期间的GDP 除以这一个期间的人口数 不就是可以得到 平均美人国民所得吗 各位可以理解吗 如果用符号来表示 就是GDP除以人口数 好 假设我们这个GDP GDP用大Y来表示 大Y除以人口数 不就是可以得到小Y吗 这个Y代表国民所得 因为除以人口数之后 变成一个小Y 就是美人国民所得 这个很容易理解对不对 美人国民所得 好 接下来 刚刚讲的是国民所得的指标意涵 现在我们要讲的是 美人国民所得的指标意涵 各位 透过美人国民所得 我们可以看出 这一个国家人民的购买能力 各位都知道说 好 我们市场对于每一个国家 我们都会说 现在这个国家 平均美人国民所得 是几万美金 几万美金 几万美金 有没有 如果这个国家的国民所得 美人国民所得 是比较高的 或是增加的 那就表示它的购买能力好 购买能力好 这个市场是值得期待的 如果这个国家 它的平均美人国民所得 是减少的 哇 那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 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国家 人民的购买力 降低之外 也隐含着什么 隐含着这个国家的经济 是呈现衰退的现象 因为经济成长 才能够带动国民所得 增加 如果国民所得减少 那不是隐含着 这个经济体系的经济 是呈现在一个衰退的现象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美人国民所得 可以去得到这个国家 人民的购买能力 接下来 我们要谈的是经济成长率 我们谈了国民所得 谈了很多 刚刚在前面也谈到 经济成长 经济衰退 那到底什么叫做经济成长率呢 好 这个地方 它给了一个定义 叫做什么 叫做实质国民所得或产出 随着实质经过而增加的现象 可以用实质总产出的年增率 或平均每人实质产出的年增率来表示 各位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刚刚不是说 用实质的国民所得或产出 随着实质经过而增加的现象 好 我们用符号来说明 假设这个是今年的实质国民所得 扣除掉 减掉什么 减掉去年的国民所得 好 减掉去年的国民所得 实质国民所得 再出于什么 再出于去年的国民所得 乘上百分之百 各位看到这一项有没有 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一项 我们把它框起来这一项 分子分母都一样 这个比值是不是一 好 那如果你看 如果经济成长是正的 如果经济成长是正的话 经济成长率 我们当然都希望经济成长率是正的 那正的话就是表示什么 表示今年的实质国民所得 因为 这个YT比上YT-1 一定要大于1 简单讲 今年的产出 比上去年的产出 实质国民所得 一定要大于1 这个大于1 这个大于1 减掉这个YT-1 比上YT-1是1 这一定要大于1 减掉1 才会大于0 好 那你看 我们说这个意涵表示什么 YT YT比YT-1要大于 就是今年的实质国民所得 要比去年的实质国民所得 来得高 来得高 才会大于1 所以今年的实质国民所得 如果大于去年的国民所得 就表示什么 表示经济有成长 表示经济有成长 但是成长率呢 成长率怎么计算 成长率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公式来计算 透过今年的国民所得 减掉去年国民所得 再比上去年国民所得 成长百分之百 你就可以得到 到底 如果假设今年的 假设今年的国民所得 实质国民所得 大过于去年国民所得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正的经济成长率 这样的一个数值 各位同学这样可以理解吗 再来 我们在意的是什么 在意这个经济成长率 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意涵 各位看 他说啊 经济成长率对于这个理财主来讲 诶 我们如果今天是有在投资股票的话 如果我们 我们的经济社会是呈现一个 经济成长的现象 请问你 你会不会买 你会不会进入股票市场 当然会 因为 整个经济社会都是呈现一个经济成长 就表示什么 表示企业有赚钱啊 企业有赚钱 当然如果你有投资股票 你当然可以怎么样 当然可以进入到这个股票市场里面来 进行投资 那对企业来讲 对企业来讲 你想要决定要卖什么东西 比如说在经济成长率比较高的国家 你可能会提供什么样的产品 在经济成长率比较高的国家 人民的购买能力比较高 所以比较会买什么 比较会买高价的奢侈品 如果在经济成长率比较低的国家 人民的购买能力比较低 他只能买什么 他只能买一些平价的商品 所以 对企业 他在思考 他在成长率比较高的国家 或是成长率比较低的国家 他要决定他产品的方向的时候 就会有所不同 好 接下来最后一个指标 跟经济有关的指标里面 我们会跟各位同学介绍的是 货币供给量 利率跟汇率 那各位还记得 我们在前面的单元里面 谈到 谈到货币政策工具的时候 我们也跟各位介绍过 中央银行对于货币供给量的定义 那因为它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还是在最后的这个单元的地方 也在跟同学在做一些说明 好 我们再做一些复习 好 我们说货币供给量 根据它狭义的定义 跟广义的定义 我们把它区分为M1跟M2 那么M1A就是什么 现金加支标存款加活取存款 那么M1B呢 就是M1A加上活取除去存款 那么M2呢 就是M1B再加上定期存款 好 以及这个定期除去存款等等等等 那因为我们就统称用定期存款 来把它涵盖起来 接着我们要跟各位同学说明的是说 到底货币供给量 这样的一个指标 当我们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每个月都会公布这一个货币供给量 M1A M1B不等 或是M2 但是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货币供给量 这个指标的时候 它表示什么 它表示的这件事情 它所呈现的印象是什么 请各位同学 仔细的听 他说啊 如果你看到货币供给额是增加的 哇 这个时候你要留意 为什么 市场上流通的钱越来越多 货币供给 供给到市场上面 提供到市场上面 市场上的钱越多 各位 市场上的钱越多 这些钱要流窜到哪里 当然是流窜到投资市场 所以 投资市场上面是非常活络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怎么样 这就表示股市 可能要出现一波多头的行情 所以当你看到货币供给的增加 市场上流通的资金多的时候 这个时候 如果你的嗅觉敏锐的话 你应该要提早布局 到投资市场上面去布局 相反的 如果你看到现在 中央银行公布的货币供给额是减少 如果货币供给额是减少 就表示什么 诶 市场上流动的资金减少了 诶 那可能是央行 透过一些货币政策工具的操控 把一些钱回收回去了 为什么 或许可能是景气过了或是什么 可是货币供给额减少 是我们身为投资者 比较不喜欢看到的 因为什么 因为市场的资金减少了 那个动能 他最后一句话说 它是一个股市资金动能的指标 所以市场的资金减少 那个股市的动能 就会相对的减少 那换句话说 如果当货币供给额减少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留意 所以股票市场可能会出现空投的情形 那多投空投 未来各位实际进入这一个 整个总体经济学学习的时候 老师们会再跟各位同学做 比较详细的说明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为什么在前面的单元 已经跟各位同学介绍过货币供给额 也就是货币供给量的定义 为什么我们在这边 还跟再一次的提醒各位同学 就是说货币供给额 它是一个什么 股市资金动能的指标 那因为我们台湾的股市 跟我们有非常紧密的结合 所以各位同学 务必要去了解 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或减少 其实是代表着股市 它未来是要呈现一个多投的市场 还是一个空投市场 所以货币供给额非常的重要 接下来我们在谈论利率的指标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的利率 我们简单的把它区分为三类 当然主要是指这个贴放的利率 就是我们在之前也提过的这个重贴限率 就是你拿了一些支票到中央银行贴限 中央银行必须要扣一些利息 所以你拿100块的支票去 中央银行给你98块 这个东西叫重贴限率 另外一个东西叫什么 担保贩款融通利率 好 没关系 你拿什么东西来担保 我中央银行借钱给你 好 那这一个担保贩款的融通利率呢 它的利息的计算是采取什么 外加的方式 你拿一个东西来跟我融通资金 我借你钱的时候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你跟我借100块 时间到了时候 你要还我多少 假设低率是2%的话 你要还我100 02块 这样听得懂吗 一个是你跟我要融资100块 我扣 我从贴限制是我先扣2块 你拿98块去 另外一个担保贩款融通利率是什么 你要跟我借100块 好 我先借你100块 时间到了 你要还我102块 第三个叫什么 短期融通 好 这个短期融通就是什么 银行突然因为紧急的事件 它急需要用钱 临时借不到钱 本来说银行跟银行之间可以互相掉头寸 就是银行跟银行之间可以互相借钱 可是因为时间太紧急 没办法 非常紧急的情况下 中央银行 好 给予银行短期融通所收取的利益 就是 在很短时间很短的情况下 你需要用钱的时候 你跟中央银行调头寸 那么这个调这个头寸呢 是非常短的 所以我当然要什么 我当然要加重利息 因为是什么 因为是短期融通 所以 我当然要收取你利息的1.5倍 所以 所以 你刚刚从天限制的利息 你要跟我借100块 因为是短期融通 你要跟我借100块 好 利息是2% 所以 时间到你要还我102块 可是 因为我们约定好 我只是帮忙你短期的 那么紧急的情况下 我要加收利息的1.5倍 所以 利息是2块对不对 再乘以1.5倍是3块 所以 总共 你跟我借100块 你要还我多少 你要还中央银行 100 05块 好 所以是有关于 这三个指标的定义 那么 我们要跟各位讲的是 利率 利率是企业投资 利率的高低 是企业投资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各位看 利率高 利率高 企业的借款成本就高 企业借款成本又高的话 那么企业就不是 不愿意借钱 不愿意借钱 他就不愿意投资 相反的 民众也把钱存到银行里面 所以市场上流通的资金就怎么样 就少了 所以 利率调降 企业的借款成本降低 企业才愿意投资 企业愿意投资 这些民众才愿意把钱 因为企业投资 他的企业有赚钱 这些民众才愿意把钱再拿出来投资 整个市场才会活络起来 所以利率的高低会影响到企业 他决定愿不愿意投资 这件事情 那最后呢 我们要跟各位提到的是汇率 各位汇率 我们都知道 我相信各位同学在日常生活当中 也接触到汇率这样的概念 汇率是什么 本国货币跟外国货币兑换的北率 比如说现在一美金 可以 假设一美金可以换30元的台币 那么汇率就是30嘛 1比30嘛 各位可以理解吗 一美金可以换30元的台币 那么汇率就是30 好 这就是汇率 好 汇率指标 它的意涵是什么 汇率的指标代表一个货币的强烈程度 各位应该知道 汇率提高 本国货币是贬值的 外国货币是升值的 汇率提高 我们说1比30 变成1比35 1块钱的美金 可以换到35块的台币 原先只能换30块台币 现在可以换到35块 那不是台币贬值 美金升值吗 所以汇率提高 本国货币贬值 本国货币贬值 就表示什么 买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那如果汇率降低 当然是本国货币升值 好 延续这样的概念 这样的汇率指标 对于不同的族群 它所呈现的意涵是什么 好 各位请接着 接着看 如果你要出国 你要出国 假设你要到美国去 你是不是要带美金去 带美金去的时候 请问你 你要在台币贬值 还是升值的时候换美元 你一定要在台币升值 美金贬值的时候 因为什么 因为你是拿台币到银行去换美金 所以当台币升值的时候 你可以换到更多的美金 因为你要出国了嘛 所以你一定要在什么 台币升值 也就是汇率降低的时候 去换美金 那你才能够带更多的美金出国 用同样的台币你可以换到更多的美金 好 这是第一个 好 第二个 如果你是一个投资者 台币升值就表示这个国家的货币是比较强势的 所以呢 它会吸引海外的投资者进入台湾的金融市场 因为这个时候台币是比较强势的货币 因为台币升值台币是比较强势的 所以它会吸引一些外资进来 然后赚更多的台币回去嘛 因为台币是升值的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是一个投资者的话 你可以进入股市去投资 好 再来 你看这边的说明喔 台币贬值对出口商有利 为什么 台币贬值 用台币 因为我们现在是把台湾的产品卖到国外去 台币贬值 用台币计价的产品是不是变得比较便宜 好 各位 台湾制造的 用台币计价的台湾产品变得比较便宜 如果你是个国外的厂商 那个产品变便宜了 请问你 你会不会多买一点 你当然会多买 因为你的进价比较便宜啊 因为台币贬值 用台币计价的本国产品变得比较便宜 那当然对于出口商是有利的 因为什么 因为对国外来讲 是国外的进口商会多买你的这个产品 所以台币贬值对出口商有利 那所以出口商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汇率的变化 来赚取汇差 这个东西很有趣哦 所以当未来各位同学 如果你们有从事对外贸易的话 汇率这一个因素也会影响到你公司的营收 你有可能会赚到汇差 你有可能也会赔到汇差 因为汇率变动的关系 那么最后呢 我们谈到了这一个进口商 汇率对进口商来讲 刚刚是贬值对进口商有利 现在是什么 台币升值对进口商有利 怎么意思啊 怎么说 各位看下面这句话 进口商是用进口美国产品 所以我们要付的是什么 要付的是美金 进口商要付的是 付给对方的是美金 所以台币升值表示什么 表示美金贬值 所以我们付美金 因为美金贬值的关系 我们用台币付的时候啊 付美金的时候 欸 我们可以用比较少的台币 来付这些钱 所以台币升值对进口商是有利的 因为我们可以用少量的新台币 来兑换等值的美元 哇非常有趣 所以各位未来再跟各位强调 所以如果未来各位有同事 从事进出口贸易的话 汇率是一个很重要的变数 好 从刚刚的这样的前面 我们从跟经济有关的指标 跟贸易有关的指标 到最后来跟这一个 跟这一个金融有关的指标 我们介绍的利率汇率 那我们也特别介绍 汇率这一个东西 对未来各位如果有从事 进出口贸易的话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 那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 只是很简单的介绍 几项比较重要的一些指标 那我们期待各位 对于这些指标的意涵 能够有更进一步的去深入的了解 对于各位未来 不管是要投资 不管是要出国 不管是要做生意等等 我相信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远回来 你来把这些指标的